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港府派档 楚光 错言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知识片 全日恒指反弹了193点 收报25495点 成交活跃了很多 有966亿的 今天港股是先低后高的格局 加上成交配合 形态上可以是一个楚光初现 今天有几点很值得跟大家讲 有四点支持港股上升 是可能 我再重新一次 可能 24,900区 建造一个短期底 那哪四点呢 第一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了 今天其实是一个低开高走的形态 大家看看恒指这幅图 整支是全日开市差不多最低位 收市差不多全日最高位 这个呢 低开高走的形态是挺利好的 加上这个大成交配合 是不是 那这个两点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形态上的这个叫楚光初现 另外 还有就是港股今天派档 还有呢 还有一点 是没有跟到美股昨晚大跌 而进一步下跌 这几点呢 搞到港股今天似乎 有可能在今天的最低位 就见到一个短期底了 那今天最低位呢 跌到其实是24899.93 24899.9 那就是24,900齐头 24,900齐头 其实跟今年年初呢 一月份的那个低位呢 24,896点呢 那今天只是相差三点而已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技术上高呢 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那又在这个重要支持位之前呢 反弹 另外还有呢 就是 其实RSI 昨天的时候 RSI呢 19 之前那天 18.4 19 那连续两天呢 严重超卖 那换来一个技术性反弹呢 见到一个短期底呢 绝对不出奇的 今天那个RSI 其实呢 都只是反弹到24 好了 种种原因之下呢 港股有机会做得好一点点 那后市呢 是不是就是一帆封信呢 又不是 只是短淡一日 是有机会见到短期底 但是都还要看呢 它弹得挺高的 首先第一 它起码都要回补了 这个8月12号 这个下跌裂口 12号 和13号之间 有一个下跌裂口的嘛 就是要重上12号的低位之上 那那个低位是25,825点 我觉得呢 要重上25,825点 这个位呢 才可以 将短线信号 由红灯 转做黄灯 那就是说 如果未上到这个之前 这个反弹 虽然会有反弹 但是还是红灯的 另外 如果要转做绿灯呢 就要升到去 8月8号高位 26,317点之上 收市 那才可以将短线 转做绿灯 安全的绿灯 那都还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不是说 一开始现在说 看到呢 曙光初现呢 就觉得一定行 只不过呢 有机会见了底 希望它呢 可以回回穩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中线来说 还有时间 在中线 如果起码都要升到 6月4号 这个低位 26672之上 甚至乎 要27,000关之上 才转做黄灯 那些是后话 有时间都未到 不说 那为什么 有时间 先转做短线 转做绿灯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现在整体外围的形势 都还是比较不明朗 可以说是 令人担心的 例如 美国的经济衰退风险呢 正在逐步上升之中 那 昨晚 我们的资息率 是比较低 两年期的资息率 在十多年以来 十二年 因为上一次是2007年 现在是2019年 十二年以来再出现 而以前每一次出现这个情况 美国都会陷入经济衰退 那 虽然这一刻 他们两个呢 又 十年期债呢 又高了 两年期 是一年期债息的 那就没有倒挂到 但是昨晚有试过的 注意 看会不会再进一步 不过联储局 其实朱军 和一些重要的人士 就说 其实都不是看两年和十年 是不是经济衰退呢 他们正在看的 是十年和三个月期票据的 那十年期债息 1.577 三个月期票据 其实应该短期息 是低于长期息的 但是 很不幸 三个月期票据 一早就站在1.9多 或者一早就已经倒挂了 那就是说 美国其实经济衰退的风险 还是很大的 这个第一个不明朗 另外第二个不明朗 就是中美贸易战方面 在中美贸易战方面 其实大家还有很多互动的 究竟特朗普 现在减慢了 或者是压后了 向中国的三千亿商品 加征十个百分之关税 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放山中国呢 我相信绝对不是 它只不过是为了自己 保住自己的 在下半年的经济问题 因为 如果现在 要加征这些关税的话 很有可能 都是美国人 自己受苦的 自己支付的那些关税 因为那些商品 比如做iPhone 电脑 大部分中国出 没有其他地方做 他运去美国 你要加这个关税 那谁给呢 那美国人自己给 所以他这一刻 押后 去到12月多 就是因为过了什么呢 过了感恩节和聖诞假期的那些单 然后呢 然后呢 之后说再征 其实特朗普 这样 釋出所谓小小善意 都是想有法 中国呢 是和他呢 就是进行谋谈 但是我自己觉得 中国这一刻 都不是很想和他谈的了 拖拖拖拖拖下去的 所以中美这个互动呢 都是一个拖 那中间还会有很多呢 不明朗的 所以 就不能够说 今天呢 已经见了一个短期底 就又是 立刻就已经说 看好了 看好了 还要看这些事情 互动发展会是怎么样 如果中美贸易战 或者茂谈尚高 有进一步的好消息 这个底部就确实一些 否则的话 又差一些 所以两个因素 经济问题 环球其实都有机会陷入衰退 另外中美贸易战问题 另外当然还有本地因素 本地因素 大家知道 政治那些问题 但是今天开始有点好些了 因为香港 才野走出来 终于做一些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 未必对经济 真的有这么大的帮助 但是起码派一粒糖 都比不派 所以春景派糖之后 就有 港股呢 在二万四千九 有机会见到一个短期底 和有少少反弹 都是合适的 至于 会不会有机会进一步 可以刺激多些呢 就要看那个事态 再发展是怎么样 所以未升穿 二万五千八百二十五点之前 都还是红灯的 那说完一大论 那究竟有什么股份 今天走得比较好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那最主要今天有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内地的电信股 第二类就是本地地产股 那我们分别的代表呢 就是联通 联通今天升成一成一的 因为它呢 就公布了这个计划 但是业绩是符合预期 另外呢 就计划呢 就通过和其他的營运商 就是好像中移动啊 那些这样呢 共同去建设啊 或者深化这个5G网络 那就是呢 可以支付的钱就少些 因为几家人加分一起给钱嘛 那所以呢 这个共享模式呢 就对它有利了 那所以这个股价呢 刺激到呢 今天大弹了 那这个 现在有几家行都看好它这个模式的 觉得它的资本开支会少了 包括什么呢 中金啦 另外大和啦 都觉得它呢 有机会呢 做回好些的 如果用大和来计呢 给它的目标价呢 是去到12.62的 今天虽然反弹了成一乘一 都是7.8 而已 看12.62 是吧 就是很高啦 那所以就是 为什么会刺激到这么大反弹呢 好了另外第二类股呢 就是本地地产股呢 以新世界作为代表 新世界股份今天升7.8% 收到9.8% 其实今天曾经跌穿过9元的 去最低见过8.9的 那呢 其实这只股份 过去一个月你都见到 砰砰砰砰的跌 其实它在恒指成分股里面 直至昨天 是过去一个月里面 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来的 真的都很惨的 大家知道本地因素 搞到它跌得很多了 那今天反弹了7.8%呢 其实都是跌幅的一小部分 有没有机会重上10元 甚至回补这个下跌裂口 10.5元 那样呢 我觉得都有些机会的 短线可能都还有机会 再反弹高一点点 好了 总结而言 港股今天呢 有机会在24,900点 建出了一个短期底部 出现一个曙光初现的形态 不过这样 现在都是曙光初现 就不是立刻就转灯 都还是红灯的 要升到上去 8月12号低位 就是回补这个下跌裂口 那个25,825点之上 才会转回做黄灯 那短线呢 升穿26,317点 就是8月8号这个高位 站在其上呢 短线才会转了做绿灯的 那中线呢 就有时间了 就不多说了 那现在是一个曙光初现 刚才说了 就要呢 其实几样东西配合 包括呢 就是说 外围因素 本地因素 希望可以反弹一点点 因为过去几日 就严重超慢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